好 我是大祈哥 我现在在这个品川竞马场 然后这个地方最近有一个可以让外国人好羊毛的点 就是这个竞马场最近是有一个夜晚的灯光活动 在日外国人持这个外国的护照或者是在留卡就可以免费进来 我就唯轻免费这不来白不来就过来了 但是因为我来的太早了 这个场地是下午5点半开始营业 就是5点半开始进门 因为我现在是还不到5点都围起来 还不让见 然后它这个抛羊毛是每天限定的前500组 然后持有载留卡和护照的外国人可以免费进去 所以我就提前来了 结果没想到它就不让见 它这个地方白天的时候好像是打疫苗的地方 就是这个品川区去接种疫苗的会场 然后大爷还举着牌给大家看一下 这下边的大爷告诉人家指路 然后这个马的这个位置就是竞马场的入口 然后这大爷举这个牌子就能看得出来 还是在疫苗接种会场这个模式 然后这个灯也没有开 所以我就需要等到5点半之后再过来 然后再入场看看能不能hold一拨这把羊毛 现在这个天色已经太阳已经完全下山了 然后门口这个灯也亮起来了 看着还挺带劲的 现在是5点20分 下去看看 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 然后看看这个是怎么个拔羊毛法 已经进来了 确实是可以出示再留卡 然后直接免费进来 然后先进来之后先减温 然后手指消毒之后 不用买票 直接去那个检票的地方 然后那边会有个小姐姐 问你们有没有什么优惠 然后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在排队给他 他就会给你一张纸票 然后再去检票口 直接给那个检票员看就完了 就是那么简单 后羊毛抽空 接下来就是看看这里边 有没有什么值得经验的东西 这边就是这个竞马场这个大楼 然后这边有一个霓虹灯 看着还挺炫酷的 虽然是来这儿看这个夜间灯光秀 但是这个地方是 确确实实的这个竞马场的场地 还有一个马的这么一个模型 然后这边看起来应该是买这个马卷的 我要不来这儿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我看看这是干啥的 看这意思是买这个马卷的 应该是投币完了之后就可以选 你要是读哪个玩法 然后再选读哪个马刺 我是这么猜的 我没来过 他在这拍灯光变换 这有点那个猫恰味的那种感觉 这边就是这个赛马场的焊台 我不进来我不知道是这样的 这边就是正常是应该赛马的 这个白马王子骑着白马来了 哇去这夜间还有这个骑白马了 哈喽哈喽 我还是个女的啊 还是个女骑士 这边叫Victory City C里边刷卡进去 应该是这个客户才能进来 就是在赛马的时候 然后这里边呢 你看就是改转座 然后上面还有小片 然后滚头显示器 这就有小桌板了 这个地方 在外边看 然后这个边上呢 这地方 大家看了赛马之后 立马可以追注 这样有助于把这个钱都输掉 这吃饭的地方 比外边看了那个表演的人还多啊 这个啊 种类还挺多的 证明他们在上面赌马输了 还能在下边吃东饭 哎 这个是不是 大概这个就是所谓的气光啊 就是在这个场地里面放好温烟 然后通过照明啊 这种气光的这种感觉 啊这是有点感觉啊 就是这个抽烟口 然后把这烟喷过去 造成这种感觉 这个看起来好像就是可以收鞋 买的这种马券 这个单位可以是万元啊 这应该是各种玩法吧 这个是基本卡 这叫light卡 这边还有复杂的 连单的 这就更复杂 不同的玩法了 人家是连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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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帮我这个呢 是下车了吗 上面的竞马 这下边还能有地亚通道下去啊 我觉得iPhone在这么暗的情况下拍这视频就可能差点印了 这里边现在这儿彩虹变色压通道出口 就是用了一个全是炫彩通光的也挺当的 这里面在变广各是这个字 还是刚才那个彩虹那颜色比较好 现在已经到这个竞马场中间这个位置了 其实这些灯板一近了看好像没有再离远了看那么好看 这边主题是叫日本园 基本上就是在正式座物的意思 它这个不光是会变换不同的颜色 它这个麦翠还会颤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风造成 整的还真有点风吹麦浪的感觉 不能看到这个月亮 这个铁车 只要往里进了 它这个走廊还是挺长的 它有的时候里面也会变换颜色 哇 仔细看的话 它这个好像都是 它都是樱花呀 是不是这意思 这个应该是一种花 在这个东北地区 从秋天的时候和春天的时候 就是这个 这么看这个景色的地方 在踏完这个藤棚之后呢 就在这个左边的位置 这边就可以看这些山寨的马 大家看啊 这个又穿越露博蚱 这就短袖了 出现在一个景色 今天今天着实是一颗的 哇 这个 为什么他说了啊 这是烈了 这是竹林的登堡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超大的瀑布 这视频里能看出来是瀑布啊 我肉眼看还看不出来是瀑布啊 这边有两个超级迷你的旋转木马 可能只有孩子才能上去啊 这个这个能动 不能动 但是这个特别像那个买的那种礼物 就是旋转木马买的那种礼物 这边标了叫Omoide 这个横丁 一般都是这种昭和风的 昭和风感觉的这种上线街 这边有种中华街的感觉 这种老中华街的感觉 因为这里边好多都是这个 东华料理的店 东华 酥巴 这边 头快王 这边还有这个东华料理 这个还行啊 有点那个意思 这个逛的差不多了 整个城区啊 我跟你讲 我感觉这个地方 不太适合转成来一趟 我感觉不值得 如果是住在手心的话 白嫖一下 进来转一圈 还可以啊 它主要是 这个夜间灯光吧 它必须要 天黑的时候才能开始 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呢 天黑的时候 真的是太冷了 有点受罪啊 我感觉是这样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等会儿找见